金子与卵子的双向奔赴 拉开了新生命的序幕 在子宫中居住的280天里 我们将从0.5厘米的瘦精卵 生长成50厘米的胎儿 在这期间 有三个关键时期 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健康降生 这就是前12周的优胜劣汰 运14周至24周 骨骼和智力的双基础 运33周后的出生蓄力 而这一切都依赖母体给予的营养 没错 这是我们一生健康的气泡线 我们依偎在母亲的子宫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小脸日渐清晰 心脏也开始跳动 孕八周 肝脏和肠道逐渐发育 肾脏开始产生尿液 当孕早期接近尾生 我们有了完整的肺 肝脏也开始工作 甚至已经拥有了听力 这时神经系统逐步分化 是发育和形成最重要的阶段 最容易受外界影响 因此前十二周是神经系统 其主要内脏器官发育的关键时期 孕早期是指怀孕十二周内 那么它是胎儿致肌的高危期 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药物 或者某些营养补充不足 都可能会导致胎儿的发育异常 畸形严重的胎儿 在孕早期特别容易流产 这也就是生命的优胜劣汰 叶酸是胎儿神经发育的关键营养素 具有辅助DNA合成的作用 因此建议在备孕期就要补充叶酸 避免胎儿出现早产贫血 或者神经管畸形 减少胎儿的患病风险 另外长期服用叶酸补充剂 会干扰心的代谢 心一旦摄入不足 也会影响胎儿发育 所以补充叶酸同时不能忘了补心 还有一种营养在前十二周 需要格外关注 那就是维生素A 它可以确保胎儿未尝到 皮肤和肺部的发育 此时胎儿并不能自行存储 所以孕妈们要注意补充 时间慢慢流逝 此时的胎儿心跳变得更加有力 反应也更加灵活 二十颗乳牙挤牙槽已经形成 孕十四周 能够自如地活动手指 小腿和小脚丫 也可以在妈妈的肚子里 伸伸踢踢 为了让骨骼发育得更好 补干成为妈妈的头等大事 自怀孕十四周开始呢 胎儿骨骼发育进入了黄金时期 此时妈妈的身体会自动调配 本来属于自己体内的血钙骨钙 研究指出母体会贡献出 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的股量 供应给胎儿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孩子牙齿钙化的 关键期 未来孩子牙齿是否整齐和坚固 也是在子宫里靠营养打下江山 所以妈妈要补足足量的钙 在供给胎儿促进发育时 改善自身抽筋 牙齿酸痛 关节疼痛等问题 同时呢 适当晒太阳 补充维生素D 促进钙的吸收 虽然从胚胎形成那天开始 我们的大脑就开始发育了 但在孕早期 我们没有形成颅脑结构 胎儿期90至180天时 才是大脑发育的第一阶段 这时的脑细胞 以每分钟25万个的生长速度 快速增长 这个阶段的营养 不仅影响智力开发 还对听觉视觉有着很大的帮助 胎儿大脑的发展 和脑黄金DHA息息相关 DHA是构成大脑皮层 神经细胞的重要物质 能增加胎儿的速秃 促进智力发育 欧洲很多国家把DHA 列入国民保健计划 就像在我国推荐孕妈妈 补充叶酸一样 2022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 每周至少吃两次水产品 目的就是为了补充DHA 但DHA旨在三文鱼等深海鱼中的 含量丰富 同时高温烹饪 DHA很容易失去活性 另外呢 有些孕妈压根闻不了鱼腥味 所以建议直接添加DHA的补充剂 经过漫长的等待 从孕33周开始 我们已经头朝下了 处在随时待命的状态 我们的骨骼开始硬化 这是为了顺利完成分娩而特意准备的 我们的脂肪层也变得越来越厚 这是为了脱离母体后 可以更好地适应冰冷的空气 为了完成这些生存任务 我们储存更多的营养 以便顺利降生 到了孕晚期 随着胎儿代谢活动的增强和体格的猛烈发育 需要更多的蛋白质 如果长期缺乏蛋白质 胎儿就会出现生长发育迟缓 出生体重过轻的情况 甚至还会影响质力发育 同时呢 如果优质碳水化物摄入不足 也会导致母体内蛋白质和脂肪分解加速 进而造成蛋白质缺乏 或者酮症酸中毒 所以补充足够热量 对孕妈来说极为重要 最后呢 想要顺产的孕妈 一定不要忘记补心 它可以促进子宫收缩 增强产力 避免难产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 我们离开母体 用自己的身体感受着陌生的世界 生命就是这样 通过一次次的孕育和诞生延续 母体给予的营养 是我们一生健康的起跑线 它决定了基因的定制 大脑的发育 身体的强健 带着母亲给予的珍贵礼物 我们丰富而又跌宕的人生旅途 开始了